上吊是非常痛苦的死法 很多人上吊失敗 他最後是怎樣 改燒炭 改吃藥 改別的 上吊很痛苦 上吊死很慢 不要被那個絞型那種騙了 上吊跟絞型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上吊跟絞型一點都不一樣 這個我用一個歷史的解釋給大家 絞型是特殊設置 它加重 瞬間一勒 脖子斷掉 然後把你的什麼 把你的腦幹給摧毀 一摧毀你瞬間死亡 你幾乎不會感受到痛感 上吊非常痛苦 只有恨極 絕望極的人才會上吊 所以這麼嚴重的事情 可是我很疑惑的是 檢察官為什麼 他之案查一查就發回去了 然後到了19號報告之後 20號 卓恩海就出來道歉 卓恩海說要移送檢察官 其實光他那句移送檢察官 我很夥大 那請問11月4號的時候 我問你卓恩海 我操你媽的 你這個檢察官 那個案子你是不是就要打算吃掉 勞動部死一個人 你是你行政院下面的一級單位 常常死人 常常有人在辦公室自殺 是不是 這種話好講的一部分都是別人的事 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那份報告你剛剛講 何佩山您看過對不對 那他 如果這份報告看過之後 他要把它公佈出來 可是他卻沒有覺得說自己不對 那就是很簡單 他就是已經沒有人性了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他們不敢公佈報告細節 你行政報告為什麼不能公佈細節 不要跟我說偵查不公開 這沒有什麼偵查不公開 因為這裡面沒有 人已經死了 人已經死了 他今天是受害者 他不是犯罪者 為什麼他的遺書 第一時間看到的不是他的親人 為什麼他的遺書第一時間 還要被檢方拿來做證據 然後先拿給 雖然是目前 當初聽是他的長官 可是我們現在知道是加害者 你知道那種心情是 司法沒有保護受害者 反而去幫忙加害者 去釐清他們自己的嫌疑 那這樣的司法這樣的檢調 我們怎麼去相信 今天是他是上吊 他沒有任何犯罪的嫌疑 他也沒有任何犯罪的動機 他就單純是被霸凌 那他被霸凌致死 他是完全的受害者 他的家人也是被完全的受害者 然後我們的檢調 我們的司法 沒有去保護他們的想法 沒有去想撫平他們的傷痛 沒有給他們還一個公道 反而轉過來 就把他手寫的遺書 給分署長看 你覺得這是有多荒謬的邏輯 會出來這樣的事情 而且分署長說 這個我沒有讀完 我沒有讀完悲慘世界 可是我覺得這滿符合 當初那個大眾馬那個悲慘世界裡面的一個環節 這是有多麼悲哀 我們才會看到這樣子 完全敗壞的法治 而且委員跟你們報告 你知道多誇張的事情是 他拿看完遺書之後 他在部裡面 到處在抓 哪一個王八蛋敢洩命 然後通靈說 這個人說他是充滿愛 我們先來看一下謝勇 今天道歉的影片 我跟大家講 他本來那個 剛剛給大家看那個文稿 就夠火了對不對 他媽今天出來道歉 那更扯 那態度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只能說啊 利益良善的肝炎症 真的是現實爆發 來導播幫我們帶一下 我要珍重的跟家屬抱歉 對不起 我沒有保護好你們的孩子 我沒有保護好你們的孩子 一個活生生的孩子 在北分數工作 最後 你們看到的是 一個冷冰冰的遺體 對不起 我沒有保護好你們的孩子 第三個 我要珍重的跟北分數 曾經 曾經 因為 我的溝通模式 互動的模式 情緒的管理 所造成的 不安 擔心 害怕 我要珍重的道歉 另外 鱷魚連眼淚都還至少有 這是不合格的鱷魚 真的 我算這句話是有點細虐 但是 老實講 這樣子 以現在目前的民情來講 他如果能 如果他今天大大方方的 在立法院前面 還是在哪裡 直接受訪 那說真的 至少人家覺得 你有一點誠意 但是這不是 我們不是要故意要獵巫 但是這實在是 讓人家覺得無法接受 他從頭到尾 沒有說這是我的 他沒有說這是我的責任 是我領導方式 他沒有講這些東西 而且他這些東西 講出來的時候 我總覺得好像 他這個影片是 現什麼時候出來的 是今天出來的 他什麼時候錄的 這就是我疑問 這個跟那個新聞稿 跟那個律師聲明稿 完全可以對得上 你知道 是不是 你跟律師討論完之後 你再去做 再去做這個道歉 譬如說這個整個 你知道 違和感超重 真的 我不是故意陰謀論 而且我也不喜歡預設立場 可是真的陰謀論 這實在是 很不舒服 就是 你到底想要表現 就是我悲傷給你看 所以這就不是我的錯了 是這個意思嗎 你聽我懂這句話 感覺起來是我哭給 沒有看也沒哭出來 哭不出來 不是一定要你哭才表示有誠意 但是很明顯的 我不覺得他對這件事情 真的覺得說 真的有難過到那種程度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很多人說你怎麼知道 只非於安之餘之樂爺或什麼 我跟你講錯了 人類是一種社群生物 所以人類是會共情的 今天有沒有共情 這種東西是真的可以體會出來 你還記得 楊寶貞那時候離開立法院的時候 那個哭 那多麼共情 很多人 有人說他假的 但是事實上就引起很大的海嘯 來 那這個呢 我就意思說對照嘛 當然這兩次完全不能類比 但我意思是說 你要騙人 你是騙不過人的 大家都會有感受 那你今天就像 我覺得委員講得非常好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公開出來 面對所有人的 當場的質疑 你可能大家就 你就算哭不出來 至少你態度是誠懇的 我或許這樣講 他可能還有另外一個狀況是 他從來沒有道過歉 他都沒有道過歉 他一直一路起來 他都是這樣可以過去的 他已經習慣了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我只說有這個可能性 他不習慣道歉 他覺得他這樣做的事情 別人受得了 為什麼他受不了 他受不了出事 為什麼要我來扛 他還不能理解這個共情 這共敏感這件事情 這可能是為什麼他現在 這整個事情荒腔走板 他現在認為 他還是有公務員 事務官身份的保護 因為我是高考進來的 所以如果你要我兩大 兩大過免職之前 你要給我一次解釋的機會 那我可是 而且在法律上 我的所作所為 無法直接證明 無姓公務員是因我而死 所以我在邏輯上面 我可以站得住腳 而且調查報告就這樣寫 這是他最好的住腳 如果今天他真的到時候送工程會 因為這個一定要送工程會 行政救濟他會贏 對 這才是我們覺得最討厭的地方 最差差的地方 因為他會贏 法官不然可以引用他的態度 但是法官能比得過文件資料嗎 你如果我們的法官 連一個最大惡己的人 都可以不判廢死的時候 那我們怎麼樣相信說 他法官去行政救濟的時候 會不幫他過關 而且我這樣牽扯起來 有些人會覺得怎麼那麼突兀 但是我們的法官有些時候 hypocrisy it remains 就是這種偽善的態度 我們不是在一個法官裡面看過 我們台灣為什麼 我們台灣民眾 在有一次民調 好像記者紀念書的民調裡面 很不相信法官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很容易做偽善的動作 那如果說這個案子 不是受到高度關注 那是不是這樣事情就會出來 是不是這樣判決一定會出來 我覺得機率很高 所以我會覺得是說 這整個案子 就是一句話 得寵的人 已經囂張到 失去人性的存在 只要我有理 只要長官挺 我什麼都可以 所以這就是完全一個 被寵壞的鬼 我剛才講過那句話 炎王好惹 小鬼難纏 這就是很明顯的 在這關鍵的時候 出軌了 出去然後鬼 鬼是後面 炎王也不能抓我 因為我有一個律法在令 有一個律法 一個公務員 高考資格法在身上 所以他也不能直接把我幹掉 對 可是他沒有想到說 他所作所為 我們認為已經是失去人性的 一個不能講泯面 不過已經失去一般人 寬容 一般人人性的表現了 這是我的論點 姐妹們從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eries 地方 vil 我們的 關 序 期間 柏